同学们大家好 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已成为严重危害公众健康的问题之一 新的抗菌药物研制越来越困难 而耐药菌株却越来越多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如何预防和治疗细菌对于抗菌药物耐药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巩固一下耐药性的概念 细菌的耐药性是指细菌对于抗菌药物的相对不敏感性和抵抗性 通常用最小抑菌浓度来表示程度 针对细菌耐药性的问题 首先是需要合理的使用抗菌药物 切勿滥用 因为滥用和过度使用加速了细菌耐药性的问题 在许多地方 抗菌药物在人和动物当中被过度使用和滥用 并且常常在没有专业人员监管的情况下使用 滥用的例子 就包括生活中许多人发生了感冒和流感病毒性感染的时候 经常会服用抗菌药物 也经常会作为动物的生长促进剂 或者是用于预防健康生长动物的辅助剂 医务人员自身应当规范地使用抗菌药物 严格遵守和掌握抗菌药物的局部应用 预防应用和联合用药的原则 同时也要向病人说明抗菌药物的使用方法和时间 在用药前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病原学检测 以药敏试验作为用药依据 疗程应尽量缩短 一种抗菌药物可以控制的感染 则不采用多种药物联用 因为每一种抗菌药物都有适用的抗菌谱 联合用药可能会出现抗菌谱的重复 有些甚至不仅不能够增加疗效 反而会降低疗效 而且还会产生一些毒副作用 其次要严格地执行消毒隔离制度 对耐药菌感染的患者应遇隔离 从而防止耐药菌的交叉感染 医院内人口密集 人流量大 医务人员可能会通过多种方式和患者接触 所以应当定期检查代菌情况 以免医院内感染的传播 此外还要从以下这几个方面来加强药症管理 建立细菌耐药性的监测网 掌握本地区本单位重要致病菌和抗菌药物的耐药变迁情况 从而及时为临床用药提供信息 也要严格地执行抗菌药物 凭处方供应的规定 这尚需要多个部门 特别是经营性药店的配合和执行 抗菌药物耐药菌 从在于人、动物、食物和环境中 它们可以在人和动物之间传播 包括从动物来源的食物到人与人之间进行传播 不良的感染控制 不足的卫生条件和不适当的饰品处理 都会促使抗菌药物耐药性的扩散 所以要严格规范 农牧鱼业抗菌药物在饲料中添加和治疗用的品种和剂量 降低抗菌药物在自然界造成的选择性压力 还有细菌耐药性一旦产生 在停用有关药物一段时间后 耐药突变株会逐渐失去与野生敏感株的竞争优势 数量减少甚至消失 这对于恢复药物的敏感性很有帮助 所以建议实行抗菌药物浓修交替使用 针对耐药菌的问题 加快研发更有效和安全的新型抗菌药物至关重要 2019年的11月 有科学家在Nature发文 报告了一种名为Derobectin的新抗生素 它在体外和感染动物模型中 均发现对中药的格莱因性细菌 例如大肠癌细菌 肺炎克雷伯菌 同利甲带胞菌和胞曼不动改菌等 具有良好的抗菌活性 要研发新的抗菌药物 还可以改良现有抗菌药物的结构 改变细菌对药物的耐药性 根据细菌耐药性的机制 给予抗菌药物的构效关系 研制有活性的新型药物 针对耐药菌产生动化酶 可以寻找有效的酶抑制剂 研发阻断耐药质力传播和传染的药物 开发抗菌态 微生物质气和植物来源的抗菌药物 来研发新的抗菌药物 据统计 新世纪以来 共有30多个新的抗菌药物投放市场 此外 还可以寻找新手段 来预防和治疗细菌感染 特别是难制性细菌感染 这包括研发疫苗来降低感染率 解决难制性耐药菌的感染 也可以针对耐药菌 建立新一代基于视菌体疗法的 快速检测和治疗体系 视菌体疗法早在1915年就被发现 但后来由于有效抗菌药物层出不群 而被树枝高阁 但是随着超级难药菌的无药可用 近年来又重新回到科学家的视线 视菌体 它们感染细菌以后 可以利用细菌的原材料进行复制 最终导致细菌裂解死亡 每种视菌体只攻击非常有限的几种细菌 并且几乎是特异性的针对某一种细菌 因此对于人体内的正常菌群 可能不会产生不良影响 但是这还需要借力和丰富 视菌体库 从而寻找到并且培养到那些能够对抗超级细菌的 视菌体 还可以特异性的消除细菌的耐药基因 使其恢复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 耐药基因可以位于脂粒或者是染色体上 可以通过消除耐药脂粒 探索利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系统 对位于耐药脂粒上的靶基因进行切割 从而导致脂粒丢失 使细菌恢复对药物的敏感性 耐药基因位于细菌基因组畅时 可以通过对靶基因的切割 使双裂断裂 最终也可以导致细菌的死亡 抗菌药物耐药性的问题 是全球性的社会公共问题 这需要所有国家和许多人的共同努力 人们常说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希望通过这些方法和各方面的努力 多拐齐下 最终能找到合适而有威力的武器 来控制细菌的耐药性 好 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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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